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严峻 在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下 中国内地援建的八间社区隔离及治疗设施 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 2月27号 记者在位于清一的方舱医院建设工地看到 现场正在密集施工 而方舱医院的病房已出具出行 据悉 清一方舱医院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 共3900张床位 中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房屋工程部副总经理欧国信表示 清一工地于21号收到命令后立刻行动 有不少员工主动请英 希望参加此次的抗疫工程建设 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参加这个抗疫行动 是我们的光维 也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很平衡 也都很尽力 在最短最有效率 和最好的时间里面 轻建好这些隔离设施 交给抗疫的前线去使用 是我们的光明 记者在现场看到 各种类型的工程车运载着建筑材料 在工地内穿梭 有工人站在架子上处理病房外墙 也有工人来回运送物料 室内每间病房面积约18平方米 内有两扇窗户并安装有空调等设备 香港在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黄英豪 专程来到清衣方舱医院工地 向工程团队捐赠2万份快速检测包 和5千盒莲花清温胶囊 今天香港在出发大联盟 来到这个工地 我们是带了2万份快速的检测包 和5千盒莲花清温胶囊 向各位致以崇高的敬意 祝各位工友请你们保重身体 必须要身体健康 我们上下一心 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战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